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第271章 阴险狡诈的樱花国统领 从天而降的风雷之力 我去玩一玩 学长要一起吗 洛明指了指战场最中心 声势浩荡之处 在这一场战役中 除了战将级的战场 就属这一块的怪兽等级最高了 妥妥的第二梯队 岩石嘴角抽搐 他赶忙摆头表示拒绝 开玩笑 你是去玩一玩 我他妈去的是玩命啊 一不小心玩脱了 小命都没了 那五毒斩兽全是 蓝玉疾七阶之上的实力 最强的金蝉战兽 都蓝玉疾巅峰了 一锤子 能把我锤死一百遍 好吧 那我去了 拜拜 洛明挥了挥手 下一秒 风雷幻化双翼 震动间 洛明直接消失在原地 徒流一阵狂风 呼啸遍野 这速度 真是让人害怕 岩石呢喃 他裂空损 虽然速度也快 但最多有资格 跟在洛明的背后 痴痴尾气罢了 不过 若是被他知道 这还不是洛明最快的速度 昆鹏 更是有穿梭空间的天下急速 或许岩石会更加的惊讶吧 可恶 窗口那家伙 到底去干嘛了 怎么还不过来 这五毒战兽太厉害了 听说他们还有一招五毒兽星 一旦释放出来 全员战力都能形成无限循环 到时候 就是五尊蓝玉集怪兽 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死在这里啊 樱花国的两尊统领 一尊蓝玉七阶 头顶巨斧的魔人 S级 猎斧魔兽 一尊巨大的鸟龙 和特射片中的怪兽拉顿 非常相像 蓝玉集八阶 S级 黑甲鸟龙 要不我们撤吧 把这战场留给 阎下的那三个家伙 事后就说 阎下三大统领为了殿后 惨遭五毒战兽的杀害 猎斧魔兽眼珠子 咕噜噜地转动 好主意啊 你脑子真好 行 那就这样 说着 两人且战且退 越来越远离中心战圈 最后 干脆一头 扎进人堆之中 而五毒战兽中的两头怪兽 巨蟒和人面鬼珠 发现对手小消失后 左右都找不着 索性朝着 阎下的三位统领杀去 混蛋 樱花的那两个狗东西 他们竟然跑了 阎下三位统领 察觉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五毒战兽已经从五个方向 将它们包围了起来 而且 五毒战兽之间 竟然产生了某种诡异的联系 一道道黑线 从它们胸口探出 随后连接在一起 哄 强大的兽 能从五毒战兽的体内爆发而出 除了金蝉战兽之外 另外四大战兽的实力 竟然一口气拔高到了蓝玉及巅峰 这是什么极卡游戏啊 极其五毒战兽 就能触发加成效果吗 眼下的三位统领脸都黑了 这打起来不讲武德了 孤瓜 金蝉拎着大锤朝他们冲来 背后的大红色披风舞动 宛如一尊威风凛凛 冲锋陷的大将军 浑身的皮肤 镶嵌满了一枚枚璀璨夺目的金币 动 他金色大锤直接砸下 当即将一位统领直接砸飞 另外两人想要去援助 嗖嗖嗖 蛛丝破空而来 瞬间将两位统领的身体缠住 不好 刷 巨蟒战兽眉心第三只紫色瞳孔闪动 光线笼罩两人 同时 更有毒蝎战兽背后尖刺勾人 朝着他们的天灵盖刺下 这若是成了 沿下一波得死两个统领 同时 黑屋战兽巨大的身体紧贴地面 朝着那被轰飞的统领撞去 统领 战场风云变色 有人想要支援 却难以靠近五毒战兽分喉 金蝉战兽对着那些想救援的沿下战士 只是发出一声怒吼 就将他们震得人仰马翻 完全没有机会 赶过来救援 这下沿下三尊统领死定了 我们赶紧撤 不然等他们死了 这五毒战兽 就要来找我们了 樱花国的两位统领 一脸冷笑 他们随之开始朝着后方退去 赤 光线和毒钩相继朝着沿下统领落下 此时 战场之中 狂风呼啸 搜 一道雷光一闪而过 擦着众人的头皮 飞过虚空 所有人都不由地缩了一下脖子 抬起脑袋 刷 只见两道胀大剑气破空 竟是直接将毒钩给硬生生切开 随后 光线落下 一杆足足有一人宽的大剑 从天而降 落在了两位统领的面前 挡住了紫色的光线 五尊蓝玉籍怪兽 值多少战功 落明落下 站在他们两人的身前 淡淡地问道 你是 新兵 两位统领看见他胸口的勋章 愣了一下 五毒战兽 只要你能杀之其一 便足以晋升为统领 可是 他们此刻形成了五毒兽星 皆达到了蓝玉籍巅峰的级别 实力强大 你不要 他们话还没说完 便见落明拎着风雷大剑 一个闪身 化作一簇神雷 直接出现在巨蟒战兽的面前 是 风雷大剑顺着其脑袋 那第三只紫色树铜之处 直接切了过去 速度之快 转瞬即逝 只见一道人迎闪过 巨蟒的身躯就腾空而起 在半空中被切成了两条 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 落明回眸 扫去剑身上的血液 对着两人问道 冲 动 两人急忙摇头 没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那就好 这统领的位置 那我就先预定一个了 落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收起巨蟒战兽的兽盒 再度提剑朝着那毒蟹战兽冲去 没人会嫌战功多得不是吗 而且 五毒战兽的兽盒及其 效果堪比一尊紫玉及怪兽的兽盒了 这足以让他的实力再度提升了 一个照面 毒蟹战兽便是被落明抬剑 直接秒杀 巨蟒战兽一死 五毒兽星失衡 四大战兽的实力 直接跌回了原样 对落明来说 那再好杀不过了 简直是一件一个 第二颗兽盒 到手 接下来 他目光盯上了鬼珠战兽 就决定是你了 见到落明飞身朝着自己冲来 鬼珠战兽发出一声嘶鸣 他害怕了 听到召唤 大红披风的金蝉 挥舞锤头 冲向落明当头砸下 当 金锤和风雷大剑碰撞 剧烈的波动四处弥漫 你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送死了吗 好 穷奇发出怒吼 十叠之力爆发而出 落明双瞳之中 风雷漩涡转动 净险杀机 本章完 第272章 斩五毒战兽 目标 雄关大统领 动 那两尊朝着远处逃窜的 樱花国统领 正跑了半岛 一回头惊讶地发现 一个巨大的阴影 瞬间遮住了他们的身体 竟是那倒飞而来的金蝉战兽 什么 两人脸色大变 赶忙抬手接住金蝉战兽 哄 巨大的冲击力 差点让两人的手臂 直接碎裂 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金蝉战兽体内 有一股好似浪涛般 拍击不断的力量传来 在那强大力量的冲击下 两人的手臂血管都崩开了 两人直接松手 朝着远处闪去 动 金蝉战兽 从地上爬起来 嘴里发出一阵悲鸣 不再停留 静止朝着远方逃窜而去 他被吓怕了 这世界上竟然有这种 宛如鬼神般的人物 那一剑之威 把他的黄金大锤 都给轰碎了 红色披风 烈烈作响 金蝉战兽 死命地 朝着远处狂奔 打不过 要跑路了 哼 想去哪呀 留下你的兽盒 洛明冷笑一声 他抬手将风雷大剑 宛如流星般 投掷而出 剑身在空气中翻滚 最后竟是朝着一旁的 鬼珠战兽插去 吃 他随手一剑 插死了鬼珠战兽 自己身形 便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嗖 雷霆奔涌 狂风袭来 他直追那逃窜的 金蝉战兽而去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能下跑金蝉战兽 难道战将大人 腾出手来了 樱花国的两位 统领面露惊骇 强大如金蝉战兽 都在飞速逃命 这出手之人 到底有何等可怕的实力 嗖 就在两人惊恐间 一道闪电 自两人之间穿过 掀起的巨浪狂风 吹得二人嘴巴都歪了 你想逃去哪里 小青蛙 一只风雷大手 从天而降 直接将金蝉战兽 转了起来 身形巨大的金蝉战兽 在那手掌之中 疯狂扭动起身躯 咕呱咕呱地发出求救信号 可五毒战兽 如今只剩下黑屋战兽 尚且活着 其他战兽 都已经被洛鸣斩杀 黑屋战兽听到呼唤 从半空中俯冲而下 他嘴里还叼着那位 沿下的统领 似是妖宫一般 发出节节节的诡异笑声 可等到他冲下云端 定睛一看 我勒个骚钢 老大竟然被一只手给捏住了 那肚子鼓鼓的 差点就要被捏爆了 再仔细一看 巨蟒被从中间切成了两半 鬼猪被一剑活生生定杀 毒蝎也是比一招秒杀 感情现在活着的 就剩下他一个了 他们五毒战兽 是要团灭了 这是遇到什么祖宗了 黑屋战兽头皮发麻 二话不说 转头就重新朝着天上飞去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他这并不是逃跑 而是为了给自己五毒战兽 保留希望 来人能更好地复仇 可结果 他刚刚飞出几十米 嗡 虚空中另外一只 风雷大手瞬间出现 直接一把将他捏在了手中 咔嚓 在风雷之力的轰鸣下 黑屋战兽的假鞘 都在一块块碎裂 玩犊子了 他眼前一黑 玄折的心终于死了 这下五毒战兽 算是全军覆没了 啪擦 洛鸣单手用力 他背后伸出的两只风雷大兽 瞬间将这两尊怪兽 给捏成了肉泥 两颗兽和落在手中 他面无表情地折返回去 将风雷大剑 自鬼诸战将的头顶抽出 自此 五颗兽和拳布落在了他的手上 那被黑屋战兽猎捕 后 又被救下的阎夏统领 至今都是晕乎乎的 刘南 是这位朋友救了你 另外两位统领 领着他到洛鸣面前的时候 他一脸猛圈 新兵 救了我 这位笑话 可一点不好笑 刘南摇着晕乎乎的脑袋 表示不幸 呵呵 洛鸣微微一笑 他导提风雷大剑 一箭激荡出百丈风雷剑气 轰轰轰 沿途的怪兽 全都化作灰烬 这下你信了吧 刘南一个哆嗦 信了信了 他擦擦冷汗 这位新兵猛得不像话 照我这个军功 可能当上统领 洛鸣问道 三人连忙点头 自然 莫说是统领 大统领都行 何谓大统领 洛鸣疑惑问道 大统领就是战将的预备役 一般来说 统领的实力得在蓝域级七阶以上 这已经算是蓝域高阶水准了 同样的 战将实力也需要在紫域级七阶之上 而在这个区间出现的一个军衔 就是大统领 一般来说 大统领的实力在紫域级一阶到六阶左右 刘南解释道 原来如此 看来战将不是这么好当的呀 洛鸣思索 他一直以为紫域级就能当战将了 没想到 战将竟然是紫域高阶的水准 难怪整个眼下的战将 只有108位 确实不好当 更别说之后的战将 战王 天王 当真是一个贤位一重天 我与父亲约定三个月 时间紧迫 当务之急 便是先当上大统领 再把目光瞄准战将级 不 接着 洛鸣又是摇摇头 战将级还不够 我要成为阵将 言下72阵将 镇压一周一遇 这才能在高层说得上话 洛鸣的眼中 升腾起无尽的战役 他的前方有什么 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林家 李家 秦家 百国 怪兽 除此之外 还有石胸背后的隐秘 这一切都需要他变得越发强大 才有资格去知晓 去完成 不然 他注定只会是时代的炮灰 历史的车轮在滚动 我们每一个都只是时代下的一只蝼蚁 不论任何呐喊 挣扎 都毫无意义 会被时代的车轮轻易撵过去 可我落明 愿孤身毅力言下朝头 抵御时代浪潮 这是石胸传人的使命 他握紧了五毒战兽的兽和 随后血色烈焰五洞 又要将其吞噬炼化 可就在此时 住手 你们言下 难道是想要独吞五毒兽和吗 这难道不该 有我们樱花国的一份吗 两位樱花国统领 连背朝着这边走来 落明瞇了眯眼睛 你说得对 确实得给你们一份 而且 得给你们一份大的 说吧 落明随手一丢 一颗硕大的圆形物体 在半空中勾勒出一某弧线 随后落向两人的手中 这是什么 两人惊讶地抬手 接住那圆形物体 有这么大的兽和吗 他们定睛一看 好家伙 这竟然是一颗青方主的脑袋 那猙獰的鬼脸凝固着 似笑非笑 异常甚人 怎么样 这颗大的你们 更加喜欢吧 落明微笑道 本章完 第273章 全押两大统领 两人看着手中 这硕大的脑袋 身体颤抖不已 川口 这是川口啊 你们竟然杀了川口 你们怎么敢杀他的 怎么敢的 人类自相残杀 这是要被联邦治罪的呀 两人愤怒地质问 啊 那不是废墟中的怪兽吗 我见他在攻击我眼下的强者 于是出手相助 将其斩杀 联邦为何要治罪我 难道不应该奖励我吗 落明歪着脑袋疑 疑惑道 你 你胡言乱语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 空口无凭 落明咧嘴一笑 我就知道 你们会这么说 下面请看 VCR 落明带了投影仪 一点一波 画面弹射在半空中 赫然是岩石被九吞和牛鬼控制住 即将惨遭杀害 而那青方主 在一旁掠阵的一幕 紧接着画面一切 便是落明将他们全部秒杀的场景 怎么样 这证据可还有效果 我们在辛辛苦苦对抗怪兽 你们樱花国不仅坑我们 还去坑我眼下的未来 他们双眼都在喷火 似乎要将对方活生生烧死 樱花国两人对视一眼 这视频要是被呈上联邦决议会 事情要大条了 他们樱花国绝对要被治罪 两人对视一眼 下一秒 搜 直接朝着落明冲来 他们想抢 你们两个真是做了最愚蠢的决定啊 落明一步踏出 血焰蒸腾 他便身为饕餐 现在 站在你们面前的 是百国大笔冠军 言下落明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敢抢他的东西的 迟迟赶来的 岩石看着冲向落明的两位统领 一阵摇头 真的是没苦头硬吃啊 动 只见落明身上 血色火焰宛如怒龙 直接窜天而起 残亡暴灭大开 落明两只拳头同时挥出 砸在了两人的胸膛 将这两尊樱花国统领 打成了流星雨 横过战场 飞出足足有数千米 啊 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是炮弹吧 敌人发射炮弹了 快躲开 炮弹来了 两人一口气冲出了战场 而那个方向 竟然是战将即战场 那樱花国的战将 鸭天狗 刚好把对面的土龙 按在墙上 这时 两个自由落体 暴射而来 什么东西 谁偷袭我 他脸色一变 赶忙闪开 土龙借此机会 直接挣脱束缚 一尾巴抽在 鸭天狗的身上 轰隆 鸭天狗吃痛 朝着一旁摔去 而那两个统领 也是镶嵌进了 石壁之中 如同两面挂画 鸭天狗梦啊 左仓 山川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 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敢轻打断他施法的事 自己人是吧 朕 战将大人 炎 炎下人 两人指着不远处 艰难开口 炎下人怎么了 果然炎下人中 有战将级队吗 我就知道 不然怎么可能有人 能这么轻易祭拜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见一人隐从 不远处大步走来 好久不见了 赤裂战将 洛明看着那 毅力天地间的巨大战员 此刻他正一屁股蹲 把对面的翼龙 坐在了地上 我就猜到了 能以这么快的速度 接连斩杀蓝玉吉怪兽的人 除了你 也没别人了 赤裂战将大笑道 怎么样 蓝玉吉怪兽 都被你清理了 落明汉首 少了些 不够杀 好好好 你小子 够厉害 这才多久啊 已经可以成为军部统领 镇守一方了 炎皇前辈和叶长安都没看错人 赤裂战将高兴大笑 炎下有洛明这种出色晚辈 何愁不振兴 战将大人 就是他 就是他抢走了五毒战兽的兽和 还杀死了川口 扇本他们 樱花国那两个同龄指着洛明 双眼通红 眸子中闪过恐惧之色 这炎下人实在是太猛了 简直就是魔鬼 竟然一拳 把他们两个全都吹飞了 什么 压天狗脸上浮现怒容 炎下人 你竟然杀了我樱花国的统领 还抢走了属于我们的兽和 压天狗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阴沉 你好大的胆子 山海雄关不允许人类残杀你知道吗 洛明平静点头 我自然知道 那你还敢 不允许人类残杀 但没说不允许自保吧 洛明丝毫不慌 他手上握着证据 樱花国能奈他何 到底是什么情况 洛明 你来说 赤裂战将皱眉道 洛明汗手 事情是这样的 他简单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且附上了证据 混账 这就是你们的作为 还敢在这里倒打一耙 赤裂战将大怒 我言下战士辛辛苦苦杀敌 你特么抢人头 抢战功 难怪你们战功升得这么快 这就算了 竟然还想暗害我言下的同胞 真当老子 是你捏的事吧 不对 赤裂战将 你听我解释 鸭天狗脸色难看 他没想到下面的人 做事情这么蠢 不仅失败了 自己被干掉了 还被人抓到了把柄 这事情要是被捅上联邦决议会 言下方面不会善罢甘休的 虽然如今樱花和灯塔混在一起 可言下方面也是有着很角色的 那是连灯塔的那位王中王 王首都要忌惮一二的 解释你麻痹 赤裂战将直接腾起身子 挥拳朝着鸭天狗砸去 你们两个蠢货 鸭天狗脸色难看 动 赤裂这是大力尘的一拳 竟硬生生将鸭天狗砸飞出千米 而后他又要再度骑身上前 赤裂 够了 有声音传来 只见一道人影 自步远处一步步走来 他身穿金家 整个人宛如一轮骄阳般 璀璨夺目 随着他一呼一息 空气中竟然有点点心火窜起 蠕动后 又再度化作白烟 消失于虚无 大日阵降 看到来人 赤裂战将脸色一变 这是比他还要厉害的雄关阵将 战亡不出 阵将无敌 真真正正的雄关守护者 这件事情 我算是目睹了全程 洛鸣做得没错 樱花国这一次 是自己栽根头了 我会将这件事情上报 到时候 雄关自有裁决 你现在对鸭天狗动手 很容易被他们抓住把柄的 反正这一次 他们不仅输了笔动 也损失了一尊统领 几位天骄 算是损失巨大了 洛鸣 你想要什么奖赏赐 大日阵将眸子转向洛鸣问道 洛鸣咧嘴一笑 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退出变身状态 本章完 第274章 大统领之位 炼化五毒兽和 蓝玉二剑 当洛鸣这话说出来的时候 赤裂战将 也是一脸惊恶之色 他知道 以洛鸣现在的战功 当上统领确实不难 可想当上大统领 还是有一定的阻力的 哦 你的野心倒是不小啊 洛鸣 不过我不讨厌有野心的人 而且 年轻人就应该有野心 有野心 才会有拼静 大统领的职位 每个战将麾下 也只有一人 一般情况下 三个月内 我们只会提拔 只有一位大统领 如果你愿意等到三个月后 我可以做主将名额给你 大日镇将解释道 可惜 三个月时间 对于洛鸣来说太长了 他不愿意等 也没时间等 大日镇将前辈 我等不了 为何 洛鸣 以你的实力 成为大统领 只是时间问题 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月 去跟他们抢 你可能不知道 在你来雄关之前的半个月 雄关遭遇了一次强大的怪兽冲击 那是堪称三年间最大的一次战役 仅次于兽王袭击 那一战 有战王被活捉 一尊镇将惨死 三尊战将陨落 而这只是我们言下异国的损失 同样的 也有许多优秀的人 才在这一战展露头角 有几位统领 也是在这一战中 攒够了晋升大统领的军功 所以 这个月大统领的位置 有不少人盯上了 你若是一定要在这个月 当上大统领 你得和他们同台竞争 大日镇将试图跟落明解释清楚各种原位 那便争 落明一生无拘于人 眼看落明非常的坚定 他只能默默叹息 别怪我忘记提醒了 这些家伙 最次的一个实力 也已经达到了紫玉级一阶 最强的 甚至已经达到三阶了 你要争 那就是跟这些人争 他们任意一尊 都比樱花国统领 都比你斩杀的五毒战兽要强大 落明汉手 我会变强 我无惧一战 能折上 败折退 大日镇将点点头 你有这种心情我佩服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你商报上去了 你就作为赤裂战将麾下的统领 去争夺大统领的位置吧 说着 他将一枚蓝玉勋章丢给落明 从今天起 你就是雄官统领 一周后 能不能成为雄官大统领 就看你的本事了 落明用力尽礼 多谢大日镇将前辈 对方笑着点点头 至于樱花国的事情 他目光转向鸭天狗 联邦决议会上 你们特科的长官 该给我言下一个交代 鸭天狗几倍一凉 低着头不说话 大日镇将深深看了他一眼 随后离去 那一轮烈日交扬缓缓淡去 他来得快 去得倒也是快 大日一去 场内的那股窒息感 便消失了 雄官之中 传来敲锣打鼓的震天响 这一战 就此落幕 战役结束后 落明接到通知 统领有自己专门的住处 所以 他现在要回宿舍搬东西 可是在穿梭在院子里 他看见了一幕幕抽象的画面 快快快 丢进去丢进去 泡酒一点 最起码要腌入味了 不然我怕不够脏 不够臭 用我这瓶 包入味的 卧槽 你这黑乎乎的是什么 嘿嘿嘿 蓝纹奶酪王志和臭豆腐 即使搜水 怎么样 这够他们吃一壶了吧 牛逼啊 哥们 快快快给我点 我这次绝对要这群小鬼子 吃不了兜着走 我刚才把一条 三十多厘米长的蜈蚣 丢进去了 毒不死他们 夺损啊 兄弟 洛明一头雾水 他见这些人 把陈年发臭的袜子 和内裤往臭水勾丢 甚至还有直接拿来腌制 那叫一个臭气熏天 他拉住了一个 急匆匆端着盘子的士兵 什么情况 大家为什么都在 泡内裤和袜子 那人一脸振奋 嘿 小兄弟 你还不知道吧 大战之前 赤猎战将大人 和樱花国的鸭天狗 有过约定 这一战 两国比战功 输的一方 要帮赢的一方 洗袜子和内裤 嘿 我眼下有百孝大笔冠军 洛明洛 统领参战 一 战压过樱花 现在他们要给我们 洗内裤袜子了 我们打算给那些鬼子 上点强度 洗不干净就继续拷打 结结结结 他一脸诡异地笑着 兄弟 你要来点吗 说着 他把盆子端到洛明身前 一股恶臭 涌上鼻腔 这是啥 我刚刚接的马尿 兄弟要来点吗 洛明差点悠出来 客气了 不用了 哎 这次有机会整小樱花 还得多亏了洛明统领啊 我这马尿 要不要分洛统领半盆呢 他喃喃自语着 洛明眼前一黑 求你别分 洛统领应该是不需要的 他道 啊 为什么 因为 洛统领 赤裂战将大人说 已经给你收拾好房间了 直接去住就可以了 院子外 有赤裂战将的贴身兵卫传信 哦 知道了 替我谢谢赤裂战将 洛明回头喊了声 啊 你就是洛统领 卧槽 洛统领在哪里 我弟妈呀 洛统领可是我的偶像啊 出来雄关便连斩五毒战兽 实在是太让人佩服了 洛统领 请务必给我签名 一听到这声音 院子里众人都骚动起来了 朝着洛明冲来 这些家伙 一个个都脱光衣服 纯纯赤薄大汗 而且还胖臭 洛明眼前一黑 差点被熏晕过去 他转身就跑 谢谢你们 都是兄弟不用这么客气 一溜烟 就离开了这座院子 真是疯狂 洛明深吸一口气 还是外边的空气好闻 不过这些家伙 倒也挺有意思的 非常单纯 好物也很纯粹 雄关的战士都是英雄 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 和家园而战 所以 他们值得尊敬 洛明抱着行李 转身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五毒兽和 出现在他的手中 不好意思啊 大统领的位置 我势在必得 所以 只能麻烦你们让位了 哄 吞噬之力显露而出 洛明浑身的气息陡然一变 来玉集二阶 路 就在脚下 本章完 第275章 悲催的赤裂湛江 二度沙包 情家情浩然 该说不说 统领的住处 确实舒服些 一个院子三五个房间 统领都是一人一个房间 有足够的私人空间 放置好行李后 洛明去见了赤裂战将 你小子 前些天堂老前辈和叶父团长 联系我关照你的时候 我找了半个雄官 都没找到你小子 原来是偷偷摸摸 混到新兵堆里去了 搁这一名惊人是吧 洛统领 赤裂战将天性豪爽 用力地拍着洛明的肩膀 洛明微微笑了笑 事实证明 半猪吃老虎 还是有效果的 最起码帮严夏拿下一局 狠狠抽了樱花国的 脸皮子了不是吗 洛明笑道 这倒是没错 还得是你小子厉害 在百国大比给严夏争光 来的雄官继续争光 好啊 赤裂战将非常感叹 第一次遇到洛明的时候 他尚且还是一个 刚刚展露头角的少年英才 虽然不差 但是在没有彻底成长起来之前 并不让人在意 这一次 倒是完全不一样了 他已经成为了严夏 乃至于百国的第一天骄 一举一动 皆是极为的引人注目 而且 从叶长安和叶流空的态度来看 俨然也已经是 把他当作下一代集成人去培养了 这个少年 已经是羽翼丰满了 下一步 便是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了 不过 洛明我 还是要说你一句 以你现在的实力 去参与大统领竞选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这一次 我稍微问了下情况 大统领这个位置 足足有七个人竞争 四个紫玉一阶 两个二阶 一个三阶 那三阶的统领 你可能还认识 赤裂战将轻声道 嗯 洛明一愣 他是浩然战将麾下的统领 这个人 你应该不陌生吧 秦家 三子 秦浩然 洛明瞳孔一缩 若是说他初期崛起 谁给他的压力最大 那自然莫过于帝都秦族了 觉醒仪式上 顾宇墨的威压 特招考上 顾灵骁的猎杀 帝窟之中 秦家杀手的围猎 这早已让洛明将秦家列为必杀榜第一 等他实力一旦足够 势必要找秦家清算一切 秦浩然断然不可能把大统领的位置让给你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提升他麾下统领的实力 让他竭尽全力阻拦你 所以 这一战 你的压力会非常巨大 赤裂战将面色凝重 事实上 到了这个地步 时间紧迫 我很难帮到你什么 这是我这次战役中 猎杀的一尊紫玉及怪兽的兽和精血 我就一并送给你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 说着 赤裂战将将一柱赤色的精血 和红纹密布的兽和交给了洛明 多谢战将前辈 这种级别的东西 对赤裂战将自己帮助也是巨大的 但是他却愿意送给自己 帮助自己 这个恩情 洛明需要记下 来日必然相报 除此之外 晚辈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洛明再度开口道 只要我能帮上忙的 赤裂汉手 希望前辈 能再给我做一次陪练 这话一出 赤裂战将嘴角抽搐 他依稀记得上一次 压制等级和洛明一战 差点被洛明 按在地上活生生打死 要不是他皮糙肉厚 估计还真受不了 而如今洛明的实力 早已今非昔比 这陪练 压力山大呀 怎么了 前辈可是有什么难处 难处 怎么可能有 肯定没有难处啊 我可是战将 怎么可能会有难处 洛明我不怕你的啊 来 陪练吗 事事就是事 他挥动拳头 故作轻松道 若是赤裂战将挥下部将在此 见这一幕 必然大惊 他们的战将大人 这是面有难色啊 难道还怕了一个 蓝玉籍的后起之秀吗 那晚辈就不客气了 请战将大人 暂时将实力压制在紫玉籍一间 赤裂战将点点头 哄 赤色毛发舞动 庭院之中出现了高大的天赤战员 这一次 赤裂战将小心围上 他连武器都拎了出来 一根防粮般粗大的赤色棒子 熔岩火柱 洛明也是毫不客气 他火力全开 战甲覆盖身体 同时开启残亡暴虐模式 是天枪上 明煞血焰滚滚摇曳 赤裂战将脸黑了 你小子是一点都不客气啊 他已经有预感 今天这一战不容易了 那晚辈就不客气了 嗖 血色焰火划过虚空 洛明抬枪横空砸下 他还顺势加持了穷奇石碟 轰一枪砸在熔岩火柱上 你骂的 我特骂 赤裂战将手上的兵器都差点脱手而出 十层冲击 一层比一层强大 层层递进 那威力换谁来都得骂娘 这年轻人真TM缺德 轰轰轰 两人在庭院中疯狂开战 棍枪碰撞 洛明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 手持长枪大开大合 血色火焰直燃虚空 且身形敏捷 穷奇饕贴模式随意切换 血焰焦杂着氛围之力 打得赤裂战将那叫一个苦不堪言 变态 这TM就是个小变态 我现在有些理解他那些敌人的心情了 这他们 全程无死角 六边形战士 力速双A 同等级真得被他一巴掌抽死 巨大的声响 惊动了不少人 院子外边 有统领健壮 不由得面露羡慕之色 真好啊 骆统领有战将大人卫招 真让人羡慕 可赤裂战将听到这话 绝对要吐血三声 我为你个奶奶的锤子 我自己都差点被他打死了 还卫招 他为我差不多 这特么 已经是自己第二次 给这小子当沙包了 与此同时 雄关另外的地方 竞争一个月后 大统领位置的几个统领 全都收到了通知 竞争对手在天一人 其乃百孝大笔冠军 骆明 这个消息一出 雄关震动 就连常年闭关 非重大战役 不出的战王 都有几个苏醒过来了 骆 明 某位战将的住所 看着手中的文件报告 他气得一把 将碗扣在了桌子上 我正愁你不来 你害我外甥 仗是欺我擒家满门 这次你还赶来雄关 还想要大统领的位置 五毛都不让你唠叨一个 此人便是秦家战将 秦浩然 本章完 第276章 蓝玉集三接 雄关杯各 秦家和洛明仇怨 已经不是用语言就能说清楚的了 秦浩然身为秦家三子 有这个机会 他定然要为秦家讨回点什么 比如这一次的大统领之位争夺 他已经盘算着 怎么让自己麾下的人 把洛明的腿打断了 与此同时 大比冠军降临雄关 且上来就官拜统领 如今更是要竞争大统领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雄关上下 洛明那些个竞争对手 也是收到了这个消息 百孝大比的冠军 我记得这个洛明战力极强 百国天骄无一人能出其左右 他竟然要竞争大统领 这洛明出至雄关 便轻易斩杀了五毒战手 且让我眼下狠狠地压过了樱花国 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可饶是如此 他胃口也太大了吧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统领的位置还满足不了他吗 竟然想要大统领之位 他再怎么厉害 那也还是在蓝玉籍领域 没入紫玉籍 他什么也不是 年少得志 自然会有些目中无人 到时候 我们教一教他 做人就行了 让他知道 有些东西 你再天才 来了也没用 他洛明是天才 我们驻守雄关 身经百战多年 我们就是蠢财了吗 哼 赤裂战将大怨 呼呼呼 洛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赤裂战将大大咧咧地 坐在台阶上啃西瓜 一口一口汁水横流 吃得那叫一个香甜 战将前辈 不愧是前辈 洛明甘半下风 洛明叹息道 他大概能够估算出 自己目前的战力 在蓝玉吉这个领域 已经无敌手 可是 紫玉吉还是欠缺了一点 除非六尊师兄的力量完全爆发 否则 他只能和紫玉吉占平 果然 二者之间的差距 不是这么好弥补的 不过 等他提升到蓝玉吉三阶 便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只是大统领之争 最强者乃是紫玉三阶 这属实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只有越过对方 他才能堂堂正正地拿下这个位置 所以 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需要变得更强 赤裂战将给他的兽和兽血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不够 围经之际 只能在突破蓝玉三阶后 走出雄关 狩猎紫玉吉怪兽 飞速提升实力了 洛鸣盘算着 而赤裂战将 听着洛鸣的称赞 只是呵呵呵地笑着 他心里有一句 MMP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老子现在手臂还抹着呢 西瓜都捏不稳 一不小心 就趴击掉地上了 为了面子 死撑着不让你看出来而已 毕竟是长辈 脸丢完了以后 还怎么混啊 不过 确实猛 以他的实力 在紫玉吉 一阶这个领域 已经无敌了 没错 洛鸣错过了自己的实力 高估了赤裂战将 这就导致 二者之间 出现了一定的信息差 前辈 多谢指点 我就先到辞了 洛鸣客气得到 好好 去吧去吧 下次有需要再来找我 我肯定帮你 赤裂战将连连点头道 放心 一定 洛鸣走后 赤裂战将赶忙把西瓜一放 我滴妈呀 药箱呢 药箱放奶了 手都快给我打断了 痛死了 妈的 他急急忙忙地冲入室内 还下次 口嗨而已 下次求你别来 以老实 回到住处后 洛鸣取出飞天翼龙的兽盒与兽血 到了紫玉集这个层次 怪兽的血液和兽盒之中都已经鸣刻了强烈的抑制 哪怕是一尊战将都不敢随意吸收 怪兽抑制在体内碰撞 很容易引发暴走 而且 从收纳盒中取出兽盒 那抹强大的怪兽抑制就会喷涌而出 席卷长空 此时 在战场上 被洛鸣救下的新兵团小队长 施俊彦 以及其顶头上司 长浮云 在三位统领的带领下 正打算前来拜访洛鸣 同行的还有岩石 洛鸣就住在前面那座屋子 这是战将大人给他安排的新宿舍 半个月前才刚刚造好 我们当时还好奇来着 原来是为洛鸣准备的 赤裂麾下的统领哈哈笑着 赤裂战将对洛鸣好 他们羡慕 但并不嫉妒 因为洛鸣他值得 他配 就这么简单 走吧 几人朝着那间宿舍走去 可煞事件 哄 一股惊人的威压爆发出来 只见血光浓郁 一头飞天翼龙的虚影 悬浮在宿舍的上空 那是 兄弟的气息 让三位统领都随之面色一变 这是紫玉级的气息 好抱怨 好兄弟 完全不是他们这个水平能对付的 三位统领尚且感到窒息 更别说施俊燕和常复云这种黄金 钻石了 他们差点直接趴倒在地 去找湛江大人来 有统领几乎道 不对 这不是怪兽 是怪兽意志 洛鸣他应该在吸收受血和受合 这时 岩石眯了眯眼睛开口道 他多少知道些洛鸣的事情 洛鸣所觉醒的滔铁具有吞噬万物的能力 所有受血兽和无需炼化 便可直接吸收 什么 这 洛铜领不过蓝玉级 竟然敢强行对付紫玉级怪兽的意志 这是何等的魄力 众人大惊 别说蓝玉级 哪怕让他们提升到紫玉级 都不敢这样玩啊 一不小心玩脱了 那不就结束了 不 如果是他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岩石摇头 就在他话语落下的那一刻 嗡 一尊血色的深渊巨口 突然出现在半空中 一口将那涌动的飞天翼龙 一口吞下 哗啦 恐怖的气息 宛如涟漪般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而去 四经掏拍案般 威压好大 没一会儿 这股威压才缓缓散去 嘎吱 房门拉开 洛明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洛明眼中血光一闪而逝 他已经成就蓝玉三接 甚至距离四接 也是差之不远 你们来了呀 看见众人 洛明笑着道 嗯 是是是 见过洛统领 几人朝洛明敬礼 我们这次 是为了感谢洛统领的 救命之恩 都是同僚 没什么感谢不感谢的 可以的话 请我喝杯酒就行 洛明笑道 要的要的 我知道雄关之中 有一家不错的烧烤店 亮大石会 我们庆宫宴 也都是在那边开的 洛统领可有兴趣一起 可以 洛明笑着点头 几人结伴出行 不久后 他们来到生活区的一个大排档前 实施烧烤店 这家店是一对母女开的 男主人先前也是我雄关的一名战士 后来在一场侦察战役中 不幸陨落 当时 其实我们是打算把这对母女送回墙壁的 可是他们 却坚决地要留在这里 用他们的话讲 除了地狱 山海 雄关 是他们距离丈夫最近的地方了 孩子的父亲 女人的丈夫 死在了怪兽的腹中 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三位统领之一的王红兰开口道 他是赤裂战将麾下资历最老的一位 在雄关待了 已经超过十年了 而像这对母女一样的遗孀 在雄关还有很多 有人说 雄关是人类最后的防线 是战场 是绞肉机 可对我来说 雄关是一座充满着悲壮故事的城市 是很多人赖以生存的 加 寄托着无尽的哀思 本章完 第277章 绝强少女 小店矛盾 逝者已逝 生者当自强 再如何痛哭 生活一就要继续下去 只是 有些人 已经彻底把今生葬在了这座城 老板娘 老样子 全都来十串 然后来一箱白的一箱皮的 王红兰带着洛明几人 走入烧烤店 好嘞 是是 你去给王统领他们搬两箱酒 把之前冰好的酒搬去 那个喝着舒服 厨房中传来妇女的声音 不一会儿 一个身穿宽大短袖的少女 艰难地搬着两箱酒送来 因为放在冷藏的缘故 一路上 水珠不停地滴下 军人喜欢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所以酒度数不低 容量也大 两箱酒的重量 得有一百多斤了 一个姑娘家扛过来 显然有些吃累 她双手颤抖着 艰难地把酒搬过来 虽然非常吃力 但依旧咬着牙坚持 是是 力气渐长不少啊 女孩子家家的力气这么大 哈哈哈哈 王红兰大笑着 一把将两箱酒拎过来 女孩名叫唐诗 素面朝天 看上去柔柔弱弱 可眼底却透露着一抹倔强 明明是应该好好上学的年纪 唐诗却毫无怨言地 这家小馆子当帮工 不过她看上去 好像没有丝毫的不满 唐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 是一个认真生活的女孩 之前跟王叔学了几手 力气确实大了不少 可惜我不能怪兽觉醒 不然我也想和你们一样 上战场杀敌 女孩捏了捏拳头 随后又再度松开 眼中闪过无力之色 她做梦都想要怪兽觉醒 哪怕是最低级的地级怪兽 她都可以接受 那样最起码还有希望 因为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比毫无希望 还要让人难过的事情了 哎 是是啊 怪兽觉醒这东西 不能强求的 而且王叔叔 我也不建议你上战场 太危险了 你是女孩子 女孩子怎么了 女孩子也能上战场 女孩子也能封后败将 女孩子也能镇守凶冠 唐诗说话中带着绝将 她就这样昂着头盯着王红兰 诗诗 菜好了 给王统领他们端过去 厨房传来呼声 唐诗默默擦去眼角的泪水 哦 来了 王叔叔 我给你们端菜去 她默默低头 随后转头朝着厨房跑去 你们也看见了 这孩子的梦想 就是上阵杀敌 为父报仇 可是她没有觉醒怪兽的天赋 真是造化弄人啊 王红兰叹息道 其实我并不希望她上战场 她是一个好女孩 不应该死在战场上 那地方没有人性的 太危险了 你们都是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 应该心里清楚 当年和我同期的新兵 到了现在 已经一个都没了 我们当初第163届新兵团 一共1387人 一直活到现在的 只有我王红兰一人 这就是战场 无情而残酷 生命如同草剑 上一秒和你聊天的朋友 下一秒就会被怪兽咬掉脑袋 王红兰说着 这四十大几的汉子 也有些泪眼模糊起来了 众人气氛有些低迷 因为生离死别这东西 他们都经历过 雄关新兵第一课 一般就会告诉你 不要和自己的战友关系 处得太好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会死去 而活下来的人 若是沉浸在悲伤中 终有一天 会因此而失去生命 活下去 永远是主旋律 落明内心有些沉重 这个世界 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为了加国而战 那些人没有他这样的机缘 没有获得实兄的传承 没有开挂般的提升速度和战力 他们的生命很脆弱 很容易失去 可饶是如此 他们也不曾有丝毫的退却 能者多劳 身为实兄传人 自己应该承担起责任 只要他多杀 一头怪兽 就会少一个战士死去 也可能间接拯救一个家庭 或许 这才是他参军的意义 而不是 为了所谓纯粹的军功 这固然重要 但是 还有比军功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军人的担当 菜上来之后 王红兰招呼着众人吃菜喝酒 没过多久 又来了其他的客人 那个叫湿湿的女孩 又忙着去招呼其他人了 酒过三巡 时间流逝 天色渐渐转黑 哟 小姑娘 让爷爷 我摸一摸都不行 性格这么刚烈 还得是眼下的小姑娘啊 落明他们隔壁那桌 有一桌樱花国的客人 有人喝醉了 就开始口无遮拦 甚至对着唐师动手动脚 唐师面露怯色 一巴掌拍开那樱花人的手掌 骂了个八子的 樱花狗赶在俺们眼下的地盘 调戏梁家妇女 王红兰性格霸裂 他上去就是拎起啤酒瓶 碰 一下照着这樱花人的脑袋上砸去 草 谁敢打老子 那樱花人面色大变 刚刚转身 就被王红兰一拳捶在脸上 你王爷打的 你有什么意见 狗杂种 我特么打死你 王红兰一动手 樱花国的那桌客人 也一个个拎起板凳要动手 雄关禁止变身 他们就只能肉身互搏 眼看王红兰落入下风 另外两位统领 还有施君燕两人 也是冲了上去 双方人马在殿内扭打成一团 而樱花国那桌 有一个长发青年 依旧只是平静地喝着啤酒 一副恍若无人的样子 直到樱花国彻底处于劣势 被王红兰他们按着打的时候 他才缓缓起身 住手 他一声令下 众人一愣 住你妈 王红兰不屑地瞥了他一眼 再度开始揍人 你说住手我就住手 你什么捆巴东西 蝼蚁 那年轻人眼睛一眯 他只是轻轻一拍酒杯 啪 一只酒杯就直接破空飞了出去 朝着王红兰的脑袋砸去 速度之快 堪比飞剑 不 老王 小心 躲开 老王 众人惊呼 王红兰一转头 那酒杯已经快到他面前了 他脸色瞬间白了 这手劲 这力气 这青年不是一般人 啪 下一秒 一只白皙的手掌 拦在了王红兰的面前 将那酒杯接住 是洛明出手了 十几米的距离 他一个眨眼就赶到了 抱歉 我们言下人不喝樱花仁静的酒 说吧 洛明屈指将那酒杯弹了回去 那青年抬手接住酒杯 可杯子却在刹那之间炸开 他抬手握住了一把碎玻璃 一滴滴现血顺着指头缝流淌下来 眼见这青年瘦 受伤那些樱花仁脸色瞬间变了 三成公子 您没事吧 他们一个个扑上去 拿起纸巾 悲宫屈膝的 开始擦拭起青年的手指 岩下人 你们胆大包天 可知道这位公子是谁 他是我们特科第七部长的公子 其地位 对比你们岩下天王之子 而且 三成公子是有战功在身的 你们敢伤他 事情大条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不由得动容 部长的儿子 可能只是让他们动容 但要是有军功在身 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了 本章完 第278章 试探 提前腰战 那三成公子 只是从衬衫口袋里 抽出手帕 轻轻擦去手上的血迹 他摆了摆手 并不在意 小事情而已 有必要闹得这么大吗 让他们道个歉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三成公子淡然地说道 对 没错 赶紧给三成公子道歉 樱花国的几人 指着洛鸣他们 大声吆喝道 道歉 你们怎么不道歉 光天化日 调戏梁家妇女 我没打死你们 都被不错了 还道歉 王红兰肺都快气炸了 这群樱花狗 怎么还有脸叫他们道歉的 说错了吧 该道歉的是你们吧 洛鸣斜眼逆着他们 淡淡地出声 啊 你这小小统领 敢叫三成公子道歉 你是吃了阎王胆子了吗 那樱花国的强者 一脸不可思议地指着洛鸣 甚至想要 伸手去拉他的领口 咔嚓 只听得一声脆响 洛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出手 将其手指直接捏断 我最讨厌有人拿手指指着我 再者 你连统领都不是 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一个小小统领 洛鸣正了正领口 一脚将其踹翻在地 哎哟 该死的阎下人 我的屁股啊 那樱花国强者捂着屁股 脸色难看至极 我知道你 百国大比的冠军 阎下的天骄洛鸣 那三成公子对于 麾下之人的伤势魂不在意 他站起身 双手插在兜里 但是 这里是山海雄关 年轻一代你确实无敌 但是在雄关 你算不得什么 来了雄关 是龙你得盘着 是虎你得握着 我脾气好 只要你道歉 我愿意原谅你 三成员淡默地说道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既然你知道我 那应该了解我的性格 要么 宰了我 要么 滚蛋 洛鸣一步向前 和三成员争锋相对 好一个百国大比冠军 洛鸣 闻名不如见面 你果然够狂 三成员冷哼一声 今天的事情 我记住了 我们走 他手一甩 将几张纸币丢在桌子上 随后 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公子大人 我们就这样算了吗 这小子太嚣张了 小田园都被他打上 他手下有人扶起 那被洛鸣折断手指的 樱花国强者 不甘递之问道 那你们留在这跟他PK一下 三成公子从兜里 掏出一包白色七星 点上花火 深吸一口气 烟雾拍打在那人的脸颊上 对方默默低下头 不敢 让他和洛鸣 PK不如 叫他直接吊死 他连统领都不是 也就苟杖人士 和洛鸣叫两句 真打起来 胜算三七分 你说什么三七 三秒钟 人家能让他死七次 两个伤员被他们扶着 离开了这家烧烤店 他们就这样走了 这群樱花狗出了名的阴险 今天这么好说话了 王洪蓝脸上闪过不解之色 这家伙 应该是来试探我的 简单来说 就是 被人当枪使了 洛鸣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淡淡地说道 试探你 当枪使 这是什么意思 王洪蓝面露不解之色 洛鸣只是摇摇头 没有说话 其实这三成员进来烧烤店的时候 洛鸣就注意到他了 那时候 他正在打电话 从洛鸣身侧走过去的时候 他瞥了一眼 备注是秦公子 山海雄关的秦公子 是谁 应该已经很明了了 秦浩然自己不敢乱动 叫樱花狗来试探我 他秦家的底子 多少有些不干净啊 洛鸣瞇了眯眼睛 秦少 你说得很对 这个叫洛鸣的小子 当真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狂徒 我也多少有些想整死他了 离开烧烤店后 三成员马上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 三成公子 这下你知道了吧 人狂必有大灾 目袖于灵 封闭催之 这洛鸣形势太嚣张 迟早得遭报应的 不过 你试探出来了吗 三成员点点头 在我的邪鬼魔眼之下 他无处遁形 这个洛鸣的等级 最高不会超过蓝玉三接 哈哈 那就多谢三成公子了 电话那头秦浩然大笑 蓝玉及三接 这个实力 不足以对他麾下的统领 造成威胁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不能让这洛鸣闲下来 不然 他神不知鬼不觉又变强了 那事情就麻烦了 来人 叫炫空站 将麾下的统领 去摆个擂台 腰站落名 他吩咐道 这边 三成员挂断了电话 面露冷笑之色 这秦浩然竟然把我当枪使 想把我也骗入局 那他可太小瞧我 三成员了 我作弊上官 随便他们打声打死 都与我无关 这是眼下内部的事情 不过 出了雄关就不一定了 他摇摇头 朝着远处离去 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也绝然不是傻子 秦浩然要对付洛鸣 那就让他去对付吧 别拉上他就行了 妾 真寇 什么大人物的儿子嘛 给的酒钱都还差两块 更别说这些桌椅凳子的钱了 少女堂尸 在收拾凌乱的店铺 这次亏大了 这些桌椅的损失 最起码让他们这家小店 两天白干了 你计较的是这个吗 王红兰有些无奈 这女娃的心也是够大的 当然 开门做生意 一切向前看齐 唐师冷哼道 那剩下的我陪你吧 洛鸣拿出一打眼下臂说道 喂 你刚才这样挑衅他们 你就不怕他们针对你吗 唐师好奇地打量着洛鸣 早就听说 雄关中来了一个天才 百国大比的冠军 史上最年轻的统领级 所以 从刚才开始 他就对洛鸣好奇地紧 不怕 针对我的人多了去了 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 洛鸣摇头道 反正 已经得罪了一连串了 也无所谓再多几个了 你的心态真好 不过也够自信 厉害 我看好你 你肯定能当上大统领的 唐师认可地点点头 说着对洛鸣竖起大拇指露出洁白的虎牙 洛鸣一正 随后笑着回应 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 谢谢你 第二天 一大早 出事了 洛鸣 炫空战将麾下的刘统领 在雄关擂台上 正式向你发出腰战 这刘统领 是你这次竞争大统领的 七个目标对手之一 有着紫玉级的实力 觉醒的怪兽为S级 紫辰诗江 洛鸣刚刚擦完脸 把洗脸布挂起来 岩石的身影 就出现在他的房间前 大口喘着粗气 本章完 第279章 36级之瞒天过海 让你们先得意一下 推了 洛鸣淡淡地回应道 你说什么 推了 岩石不敢置信地 看着洛鸣 按照洛鸣的性子 有人向他挑战 他不得 直接把挑战者送进 ICU住一个月 都算是他仁慈 这回竟然选择推了 洛鸣 你是怕输吗 岩石皱眉问道 但是 以洛鸣的性子 哪怕怕输他 都不可能怯战的 这不符合他的作风 明摆着是试探局 我没必要傻乎乎地上套 他们想试试我的实力 背后应该是秦浩然的指使 这家伙摸不清楚我的实力 所以一直找人不断试探我 多少有些像跳梁小丑了 洛鸣摇头 自己若是同意了 和这统领一战 轻易将其击败 秦浩然必然会慌 紧接着还会来试探 一旦判断出 洛鸣实力 比他麾下之人要强 到了大统领之争的时候 直接窃占了怎么办 这洛鸣可不认可 秦浩然既然要针对他 那必然要让他 抑惑着背后的秦家 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才符合他洛鸣的作风 推了 但也不能全推 这样吧 严实学长 你就说 我在闭关 先帮我推了 连推两次 第三次 你再替我同意 为什么要这么多此一举 严实不解地问道 这不是多此一举 这是三十六级之瞒天过海 是兵法呀 洛鸣冷笑 刘同龄挑战洛鸣 这一本是万众瞩目 众人都以为 洛鸣会毫不犹豫地应战 而后二者之间 爆发一场经常的对决 可是 没想到洛鸣竟然选择推了 借口竟然是自己在闭关 想将此战留到 统领争夺之日 难道他这是窃占了吗 众人不由地 纷纷猜测不已 推了 这洛鸣怕了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秦浩然面露不解之色 这不符合洛鸣霸道张狂的作风啊 不对劲 很不对劲 让刘同领再腰战洛鸣一次 他吩咐道 可第二次 洛鸣还是推了 不过 这次借口不是在闭关 而是将时间延迟到了三日之后 三日之后 我懂了 一定是赤裂战将给了他什么好东西 这洛鸣在炼化提升实力 绝不能让他成功 好一个洛鸣 够阴险 让刘同领 再腰战洛鸣第三次 不能三天 只争朝夕 得到这个消息后 秦浩然有些急了 洛鸣 我不会给你任何提升实力的机会 这一次 我要彻底将你击溃 他冷笑着低吼 以此 洗刷他秦家屈辱 而且 还能借机向他父亲秦家天王邀功 说不定这一次 自己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 会一举超过两个格格 这可就转翻了 秦浩然立功心切 终于钻入了洛鸣的套子 第三次 无奈之下 洛鸣选择了应战 洛鸣 这一次 我看你怎么办 得到应战的消息消息 秦浩然大喜过望 他还特意联系了三成员 想借助对方的魔眼 观测洛鸣的实力 是否有所提升 中午十二点 雄关擂台之上 那炫空战将麾下的刘通灵 拄着一把黄金大捡 等着洛鸣的到来 关战人数不少 三成员 秦浩然 甚至还有赤裂战将都到场了 周围的人群中 还有那个烧烤店的小姑娘 唐诗 直到后日当空 洛鸣的身影 才渐渐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怎么样 三成公子 秦浩然看到洛鸣到来 眼睛一亮问道 三成员摇头 还是蓝玉三接 实力没有提升 呼 那就好 秦浩然输了一口气 就看这一战了 他面露期待之色 此时洛鸣眯了眯眼睛 刚才那一瞬间 石兄警铃大作 提示他 有人在窥视他的实力 是你吗 有意思 洛鸣瞥了一眼三成员 很快又将目光转走了 他看着擂台上 那拄着黄金大简的统领 轻声笑道 刘统领就这么迫不及待 要和洛鸣一战吗 大统领之争还有七日 就不能把时间延后到七日后吗 那刘统领闻声不屑冷哼 我觉得 你一个资历浅显的矛头小子 没有资格参加大统领之争 先提前把你淘汰了 你不服 他狂傲地开口 呵呵 洛鸣的脸色 渐渐沉下来了 有没有资格 不是你说了算的 那便手底下见真章吧 说吧 他一步跃上了擂台 这一战 要赢 但是不能赢得太轻松 最好是那种险胜 然后让自己受点伤 这样才能彻底让秦浩然的放心 哼 洛鸣体内蒸腾起 一阵阵血咽 砰 他一扫射天枪 朝着刘统领冲去 出手无比凌厉 好强大的气势 这洛鸣果然厉害 不过是蓝玉吉 竟然已经能和紫玉吉统领一战 气势上丝毫不弱 众人纷纷惊叹 可唯有知道 洛鸣战里的赤裂战将皱起了眉头 不外如是 洛鸣今日展现出来的实力很强 但是比起那一日和他一战的时候 要弱了不少 要知道 他相比那一日 可是突破了一大截的呀 为何战力上反而倒退了呢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这小子想要扮猪吃老虎 他是在挖坑 等着秦浩然跳啊 妈的 这小子不仅实力强大 脑子也好用 还玩上兵法了 瞒天过海是吧 要不是我和你打过 我都得被你骗过去 赤裂战将低声笑道 秦家那崽子 算是白活着十多年了 被洛鸣一个小娃娃 往沟里带了 他瞥向全神贯注的秦浩然 嘴角露出不屑之色 这是秦家的犬子啊 眼见洛鸣朝着自己冲来 刘统领身上翻滚着黑气 一层层黑雾之中 紫色的湿纹遍布全身 吼 他张嘴喉咙中 发出一声嘀吼 哗啦啦 狂风席卷着黑雾 朝着四面八方散去 他轮动黄金大茧 朝着洛鸣的是天枪杂去 当 一声震响 洛鸣和刘统领 各自向后倒退三步 感觉没有这么强 有些言过其实了 刘统领皱了皱眉 他感觉洛鸣的实力 和他也就 伯仲之间 当即 失去了顾虑 轮动大茧 一击一击地 朝着洛鸣杂去 洛鸣平淡的招架 甚至偶尔露出 剑鹿下风的狼狈样子 让你们得意一下好了 不然到时候 可就要哭着上吊了 洛鸣冷笑着低声呢喃 本章完 第280章 中毒 赤裂之恩 虽然洛鸣没有完全展现出 自己的全部实力 但这一战 已经足以让众人震惊了 他一个蓝玉籍 确实在压制着 紫玉籍的强者而战 虽然多少有些处于劣势 不过 若是连这刘统领 都赢不了 洛鸣想要拿下 大统领的位置 那就有些天方夜谭了 距离雄关擂台 不远处的一座茶楼 大日 这小子连刘拜信 都赢不了 你确定 他能打赢秦浩然麾下的统领 成功拿下大统领的位置 大日战江对面 坐着一位黑发如铺的青年 看上去年轻 其实已经四五十了 耀燕 你不懂 那一日我第一次见到这小子 他对我说 要大统领之位 态度非常坚决 且无比自信 那个时候 我心里就生起一种感觉 或许这小子真的可以 耀燕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不能不相信我的感觉 这小子绝对没问题的 所以 这就是你打算 让他参与到这次任务中的原因 不 还有就是 他跟岩石的关系很好 如果是他的话 必然会全心全意地 营救岩战王的 雄关战王被俘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而且 还是我岩下的战王 这种耻辱 只能以怪兽之血来洗刷 大日镇将 脸色极其阴沉 前段时间 那场雄关百国 骑出的战役 打没了岩下三尊战将 一尊镇将 那镇将是大日和药业的挚友 星月镇将 一尊优秀的女将 同时 负责殿后的精灵岩石战王 岩石的爷爷 也被怪兽抓走 这段时间 雄关上层一直在盘算着 营救计划 可是 说是营救计划 被抓的是岩下的战王 你指望其他国家 全心全意帮你吗 说到底 还是岩下自己就自己人 只是 这件事情 暂时对岩石保密 不然 怕他会做出什么过激反应 岩石虽然和岩家关系不好 但是 那再怎么说 也是他的爷爷 这样啊 希望他可以吧 药业镇将点头到 如果洛明真的能拿下大统领的位置 他确实是这次救援任务的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毕竟 这次救援任务 按照怪兽那边提出的条件来看 洛明 确实能对他们 起到巨大的帮助 擂台上 战斗一直在持续着 洛明 时而已是天枪突袭 时而化身穷奇 激荡风围之力 一时之间 二者难舍难分 好 随着紫尘尸将喉咙之中 发出一阵低吼 滚滚弥漫的黑气席卷全身 紫色的条纹 开始散发出诡异的光芒 定 当二者短兵相接的那一瞬间 紫尘尸将身上的黑雾 突然化作一只滔天大手 朝着洛明抓来 紫光扫射 瞬间将他定在了身前 什么 这是 尸毒 众人脸色大变 洛明浑身被尸毒浸染 血色身躯都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阴影 是天神枪 他面露痛苦之色 旋即怒吼一声 哄 枪间一阵血色的火焰 喷涌 挣腾而起 下一秒 嗖 一道血色洪流 朝着刘统领 击射而出 什么 这强大的攻势 令得对面面色一变 哄 激荡在其黄金大剪之上 刘统领喷出一口鲜血 直接从擂台上倒飞出去 大败 哄荡 是天枪掉在地上 洛明退回人身 他猛地喷出一口黑血 随后 眼前一阵迷离 洛明强撑着 想要站起身 结果 身体失衡 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 直接昏厥了过去 他的皮肤发黑 蹊跷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一战 看似是洛明赢了 实则更多的是 两败俱伤 洛明 言时 赤烈等人 急忙冲上擂台 将洛明扶起 中毒了 赤烈湛江 满脸骇然之色 赶紧带他回去 我给他疗伤 赤烈大声道 哼 台下 秦浩然冷笑一声 这样 七天之后的大统领之争 洛明就彻底 失去竞争的资格了 替我感谢一下 炫空湛江 还是刘统领 以后我秦浩然 欠他们一个人情 秦浩然心情大好 洛明中毒 哪怕恢复过来 也有一个虚弱期 最重要的是 以他现在展现出来的实力 七天之后的大统领之争 他根本没有胜算 这一次 大统领之位 算是与他失之交臂了 这就是你说的感觉 大日 他都这样了 七天之后 拿什么竞争大统领 药叶镇将皱眉问道 大日镇将摸了摸后脑勺 他也是一副不明所以 他的感觉基本上不会错的 但是事实现在 又摆在眼前 大日镇将也有些看不懂了 难道说 是我搞错了 不应该啊 怎么这么奇怪 我总觉得 有哪里不对劲 他疑惑地思索着 另一边 赤裂战将釜底 喝一个 喝一个 好久没跟你小子喝了 你这首瞒天过海之际是 当真惊人 那时候你倒下去的一瞬间 我甚至以为你 真的玩脱了 真中毒了 结果一回来 你就跟个没事人一样崩起来了 差点给我吓死 势战将摇头道 当然 要先骗过自己人 才能骗过敌人了 洛明抿了一口酒 别说这失毒了 再强十倍 都对他没用 他不死不灭 龙皇区百毒不清 饕餐吞噬之力 可请客恋化 吸收天下万毒 毒性再强一点 他都敢当场突破 别人是剧毒到他洛明这里 那就是大大的补品了 那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吗 赤猎战将问道 我打算去废墟猎杀子狱级的怪兽 借助他们的兽盒和兽血 来提升实力 七天时间应该够了 洛明开口道 哎 你这个主意不错 但是呢 我怕你要是出了雄关 要被人石破这瞒天过海之际 这样吧 你别去了 我去 我就说你中毒了 我要去给你寻药 刚好借口充足 然后到时候 我把兽和兽血给你带回来 我来出手 总比你自己效率要吧 赤猎战将道 这可真是 太感谢前辈了 别感谢了 你拿下大统领的位置 你也是为我脸上争光 雄关战将不守 我赤猎 在其中算不得什么 无权无事无背景 要不是之前给唐前辈 当了几年保镖 我在雄关 估计混得比现在还差 别人挥下统领六七个 我就三个 能出一个大统领 也是给我赤猎战脸了 赤猎战将笑着白手 就当做是一种投资吧 提前投资落明这个潜力股 本章完